CB02 就是下面那个combo box add item 那因为这里是1到10 所以我就直接用一个回圈就可以了 否则你要add item 1 2 3 4一直到时期的麻烦 直接干脆怎么样呢 直接就for i等于1到10 这样回圈完就可以 省去就是你要填大量的 那个数字的麻烦 那这样我就可以直接把 预设资料填进来 接下来的话呢 第二个就是说呢 当我按下的那个 按下输入的时候 那有些资料就必须要更改 那其实我按下输入的时候 是从这个输入的 刚刚的程式码 直接把它copy贴过去修改 那要修改哪一些地方 其实修改的地方不算太多了 主要有几个地方 其实各位可以看出来 第一个就是 我们那个书取得资料的部分 本来是在range C3到C5 那这个地方呢 我就换了一个地方 换成什么呢 换成这个画面上面的 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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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呢 取得资料来源 必须把它改一下 不然的话呢 会产生问题 那另外还有什么地方呢 取得资料的地方 还有颜色部分 看你要不要改 这地方也是从刚刚 那个程式码里面取得 另外呢 写到最后的一列 一栏 这个也是Z1 唯一是把它写到Z1里面 最后的话再把它写回去 那写回去的地方 刚刚是在那个 我们的C 这个这个也是一样 range C4 那这里的话就必须要改一下 而且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从那个testbox 里面取得的资料呢 它是一个文字 那文字你要这个地方 传到A的时候呢 要做那个加减 就是要做加减的时候 它会比较麻烦 好像在那个 我们Excel里面 没有这个问题 可是在那个表单里面 就有问题 就是说 它传回来是一个字串 如果你字串 要做加减会产生错误 所以呢 这边的话 我用了一个函数 叫C date C date就是转换为 什么呢 转换为日期 再丢给 A 丢给A之后 像下面这一行 我会把它 清掉 为什么 因为不需要切回去 我直接这一行 就把它 把它注解掉 或者甚至把它删掉 那这来就是说 转换为日期之后呢 再把它加一天 往后加一天 然后呢 再加上Z Z的话呢 就是结束日期 丢回来 才会是正确的 不过刚刚好像 有一点点问题 就是结束日 写过去的话 好像有问题 那结束日的部分 是在哪里 在这里 为什么会有错误 实际上也是跟刚刚 那个问题一样 就是那个X 它是把它当什么 当字串来处理 所以如果说 你要取得是正确的话 一样 你可以在这里怎么样 C date 就是不要把它当 那个字串处理 而是转换为什么呢 转换为日期格式 这样子来处理 就应该比较不会有问题 OK 主要是这几个地方 我有做一些更改 这个 还有日期部分 还有这个最后面这里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试看 我等一下会再把这个画面 再拍照 给各位参考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感谢观看